Hallelujah! 我們各位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 Greetings to everyone 感謝主耶穌的恩典 Thanks the grace of God 讓我們今天能夠用安靜跟虔誠的心 So that today we can use our holy and pure heart 一起聚會來敬拜神 And to worship God 今天晚上要跟大家分享的題目 And our topic tonight is 來講到在就業聖經當中 Which mentioned in Old Testament 有一個非常有名的先知 There was a famous prophet 叫做以賽亞先知 Prophet Isaiah 他曾經對當時的猶大國 He talked to Judah 講到未來有關於基督的一個降生 Mentioned about the Christ 特別講到基督國度的一個呈現 And the coming of the kingdom of Christ 那麼這位先知的一個預言 And the prophecy of prophet Isaiah 後來成就在主耶穌的身上 So we can understand from the book of Revelation 更清楚了解預言當中的成就 And to understand the fulfillment of the prophecy 那麼現在我們就從以賽亞書的記載裡面 And now we look at Isaiah 來分享基督榮耀的國度 And to talk about the glory kingdom of Christ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以賽亞書的十一章 Let's turn to the book of Isaiah chapter 11 我們來看一下以賽亞書的十一章 Iziah chapter 11 我們來看一下第六節 Verses 6 以賽亞書十一章的十六節 Iziah chapter 11 verse 16 十一章十六節 Chapter 11 verse 16 第六節 他說 對 對 牛必与熊同食 牛犊必与小熊同卧 狮子必吃草与牛一样 吃奶的孩子 必玩手在毒蛇的洞口 断奶的婴儿 必按手在毒蛇的蟹上 在我圣山的片处 这一切都不伤人 不害物 因为认识耶和华的知识 要充满遍地 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 我们所看到的经文 是以赛亚先祖的一个预言 那么这个预言当中 他用了一个非常奇特的一种现象 来描述在基督国度里面 那一种特殊的一种景况 在这个第六节到 这个第八节当中 我们看到这个经文里面的一些描述 他是用动物的方式来做描述的 可是我们看到这些动物的时候 我们内心就有一种惊奇 所以这些动物怎么可能在一起呢 他会比这里面记载 他说豺狼必与绵羊羔同居 我们知道这个猜狼 他是一个凶猛的一个动物 基本上他就是 热食性的动物 所以他专门在吃这些 弱小的动物 那我们更清楚知道 绵羊羔的意思 我们讲白一点就是小羊 小小的绵羊 这么一个豺狼 怎么可能跟绵羊羔一起住在那里呢 那么如果住在一起的话 那我们可以想象得出来 这些梅羊羔可能活不下去了 因为猜狼会吃它 所以怎么一个猛兽呢 跟一个温馨的动物 他们能够在那边相处嘛 所以以赛亚用这样一个对比的方式 他居然能够告诉我们一件事实 这个动物当中 居然是能够和平相处 所以从基硫节开始 他用着不同的一个动物的对比 异再地来强调 在基督的国度里面 是充满了和平的 是大家是和睦相处的 所以接下来他又说了 他说豹子跟三羊羔同卧 也就是这个豹跟三羊羔 能够一起躺在草皮上面 那么充满了一个充敬的 哨壮的狮子 他能够跟那个小牛 还有肥猪 就是没有攻击力 也能够一起在那边活动 甚至他这样形容 像这些豹狼 这些豹 做些狮子 小朋友可以牵着他散步 我们弟兄姐妹都看过 很多人利用早上的时间 或是在黄昏的时候 经常牵着他家的宠物 去遛狗 你看那六狗那个样子 有人感觉非常地 好像可以闲情 抑制那种感觉 这个主人家把他家的宠物牵着走 因为它是一种享受 是人生的一种快乐的事情 但是你曾经看到 牵了一头会咬人的那种 那种凹钱吗 几年前我负担台南教会的时候 我们特别去访问我们一个老弟兄 那为什么要去访问他 居然被他们家里面的凹钱咬上了 He was bitten by his dog 哇那个咬下去那个伤口很深 and it was very deep 所以以后就把他熬钱卖掉了 So he sought his dog 因为住在那里面不安全 because it was unsafe 那么你今天一个小朋友 你可能牵着一只小小的狗 去遛狗是快乐的事情 但是你今天牵的是凹钱的话呢 一个国小的小学生 甚至是幼儿园的小学生 他遛了一只狗是没问题的 但是遛了一只有攻击性的凹钱 那就不一样了 但是今天这个经文告诉我们 But today the passage tells us 这个小朋友要牵引他们 The children should lead them 这个他们指的是那些豺狼啊 The them means those animals 指的是豹啊 The wolf 指的是狮子啊 The leopard and the young lion 你看都能够在一种很温讯 而且一个没有威胁的情况下 牵着他走 牵着他散步 所以这样的画面 让我们觉得很倘务 很奇怪啊 你怎么会有这种画面 这个画面在我们的 现实的生活当中 是不可能出现的 但是在神的国度里面 它既然是存在的 原来已经有充满那种野性 那种兽性的动物 这是它的本性 也是它本能的情况下 都完全把它弃除掉了 所以我们讲白一点 豹没有攻击力 那个豺狼跟梅羊羔一样 是非常温讯的 这是在神的国度里面 当然从第七节到第八节当中 他继续用这样的一个对比的方式 不断地来强调说明 在神的国度 无论是什么样的景况 什么样的动物 他们本身都没有攻击 就算一个小朋友在里面 也就是非常平安的度日 所以这些经文就是在议员 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现象 就是在耶稣基督的国度里面 它必然是这样的现象 那我们弟兄姐妹会想 历史中的预言 但是在历史中有出现过吗 对于基督的这样的国度的预言 在新耶时期的教会当中 它曾经出现过吗 我们都知道神的话绝对是不会露空的 每一次的预言 每一次一定要成就 一定要应验的 所以以撒亚书里面的预言 它成就在耶稣的能力上面 当然也临到当时的教会 我们来看一下哥罗西书 我们看哥罗西书的第三章 哥罗西书第三章的十一节 哥罗西书第三章的十一节 十一节里面这样记载 在荣耀的一个国度里面 也就是以撒亚义演的这样的一个国度 它成就在基督里面 就是当时初代的教会 那时候的教会呢 它是和平的 它是一个和睦的 而且它是和一的 我们来看三章的十一节 它说在此并不分西利尼人 犹太人 受割离的 为受割离的 化外人 西古体人 为奴的 自主的 唯有基督 是包括这一切 而且又住在个人之内 这个经文里面就告诉我们 一件事实 这是预言中的一种恩典 而且是成就在当时教会里面的 它说呢 在教会里面呢 彼此之间没有任何的对立跟伤害 就像即使有豺狼出现 有豹 有狮子的出现 但是这些呢 已经完全改变了 他们已经重生 更新过了 所以他们整个灵性的 一个互动当中 是一种和睦相处 是彼此之间的 和偶为一 这里面讲到有一种民主 叫犹太人 他也讲到一种文化程度的人 叫做西尼尼人 他也讲到一个宗教上的 一种立法主义者 就是割离跟未收割离的人 那么这个经文里面 他这样说呢 他说在教会里面 有一种人 叫做西尼尼人 那么什么叫西尼尼人呢 有很多的经文的一个翻例当中 它直接就翻成为希腊人 但是我们中文的和本圣经 在整个翻例当中呢 它不翻这个叫做西尼尼人 它特别翻作西尼尼人 那为什么要这样翻译呢 原来西尼尼人 它代表文化上的一个意涵在里面 也就是说这个人 受到当时最文明的教育 那个时候的文明教育是什么 就是希腊文化教育 就像我们今天的教育的一个字眼现象来看 如果你能够到国外留学 而且是在一个国际上 世界上有名的大学 你在那边读书 然后在意归国之后 人家感觉你是一个高级的知识分子 你的程度是比一般人还要高尚的 这叫做知识分子 所以当时的这些一般的百姓 如果你有这个条件 接受当时最好的希腊文化薰陶的人 你就称为西尼尼人了 那么这个教会里面呢 它就有很多的弟兄姐妹 它就是西尼尼人 它就是有文化的人 就是有内涵的人 事实上在我们的教会里面 我们很多的弟兄姐妹 蛮有恩事的 所以可以说是一个知识分子 但教会除了这些细腻尼点之外呢 它还有一个对比的出现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哥勒西书里面所讲的 这个对比的出现叫做什么人呢 叫做化外人 什么叫化外人 也就是以希腊文化作标准 你没有接受希腊文化的人 你没有接受希腊文化的人 你叫做化外人 就是这个文化之外的人 所以你在教会里面会发现 他是一个没有文化的人 他没有接受别的高深的教育 这个教会事实上也是出现的 那么更对比的是什么呢 在教会里面有一种人 叫做西谷体人 什么叫西谷体人呢 简单讲 他是一个野蛮的民族 他是没有受任何文明熏陶的民族 在我们台湾早期的时候 或是有一些少数的民族 我们有时候用一个汉文化 或是主流文化的角度 我们有时候用一个汉文化或是主流文化的角度 瞧不起人家 你们蛮你之邦 你们这是藩人 所以这些被称为野蛮的人呢 就是西谷体人 这西谷体人 他是没有文明的 他是没有文化的 但是粗犷的 又是残暴的 也讲白一点 他就是一个流氓一样 动不动就是要打人的 不高兴就是要骂人的 像这样一个为开发的一个民族 或是没有受文化的这些人 他们今天都来到教会了 他们来到教会里面 有一个奇妙的恩典出现 无论你出身何处 你的文化背景如何 乃至于你的社会职场的地位怎样 在神的教会里面 我们都合而为一 这个一就成为神的子民 成为天国的一份子 而这个一的当中呢 已经没有人的文化上的差异了 甚至种族文化各方面的差异 所以圣经里面这样说 在属世的条件当中 或许有一些不同的地方 但基督呢 就包括这一些人呢 我们用一个比较现实的描述来说 我们这个社会上 有各种层级的人 我们说三教五流什么人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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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主耶稣的卷写里面 通通都到神的教会里面来 所以基督就包括这一些人了 如果用点名的话 希腊里人几手 他也几手了 但是他是属于基督的 所以大家都在基督的里面 成为一群 一起在那边生活的人了 就是在基督包括了这一切的人了 不单包括这一切 这里又特别强调 又个别地住在他们的里面 也就是说大家都进来了 大家都是一群人了 大家都属于基督的 但基督呢 跟你之间的关系 他是非常清楚的 而且非常浓厚的 浓密的互动 所以住在的里面一样 所以在基督的里面 不但把你们拣选在神的国度里面 那么神的恩典跟慈爱 永远跟你们在一起 让你们的生命充满了丰盛 让你们的灵修呢 充满了圣灵的果子 这就是在基督的国度 所以这时候我们就在做一个对比上的复印了 以赛亚书十一章里面所讲的 那么哥勒西书第三章里面所讲的 虽然在描述上有一点不一样 但是它的意义呢 是完全一样的 都是在基督里面 基督包括了这一切的人 那么基督又进入到这些人的里面 这就是神的教会 那今天我们真耶稣教会呢 就是这样一个荣耀的教会 就是预言中的基督的国度 那么我们弟兄姐妹就要想想看 既然神的荣耀国度是这个样子 那么我们在教会的生活当中 或是我们的家庭里面的生活 我们是不是能够体会或感受这样的恩典 有时候我们常常的说 人在这个世界 有人就有问题 的确有人就有问题 因为这是人的世界 但是我们要知道 我们刚刚所看的经文 它不是个未来事 它叫做现在的进行事 它不是一个所谓的乌托邦 这个所谓虚幻的世界 它是一个真实在我们生活中感受的一个恩典 所以有时候在我们灵修当中 我们要特别了解这一点 我们在神农药的国度 我们要靠着主耶稣的帮助 来经营这样一个和睦的环境 所以人是有软弱的 但是软弱不是理由 因为我们在主里面 我们要把理由变成一种灵修的开始 我们在这个圣经里面 讲到使徒行传 使徒行传我们都非常地熟悉 它讲到神的荣耀的教会 它们如何借由圣灵 来传扬使得到 所以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荣耀的教会 那么写在圣经当中 也成为我们学习的一个方向 但是我们看到这么一个荣耀的教会 本来应该就像哥罗西书里面的那个情景一样 是基督包括这一切的人 而且又住在他们当中的 是一个和平相处的环境 也是教会里面是和平相处的 家里面是温馨和睦相处的 但是为什么没有呢 在使徒行传曾经有这么一段记载 它记载了一个荣耀的教会 它失去的和睦 教会里面没有和睦相处 教会开始有矛盾出现 开始有对立的出现 我们看一下使徒行传的第六章 我们看一下使徒行传的第六章 第六章的第一节 使徒行传六章的一节 第一节 他说那时门徒争多 有说西尼尼化的犹太人 向西伯来人来发怨言 因为在天天的供给上面 忽略了他们的寡妇 这里记载在一个荣耀的教会里面 大家感受了和睦相处的这样一个恩典 我们可以参考一下使徒行传的第二章 这是一个教会的文化 教会的一个生活 在这么一个属灵团结的生活当中 大家是和睦相处 就像以赛亚书的十一章里面的内容一样 我们看第二章的四十二节 使徒行传第二章的四十二节 大家都横心地来遵守使徒的教训 然后彼此的交接 然后拨饼祷告 这个经文所描述的是一个和睦的环境 大家横心地遵守 使徒的一个教训 也就是大家都非常专注于神话语当中的一个领受 每一个人的渴慕神的恩典 而且非常渴慕神的道理 所以不管你来自何方 也不管你是哪一类型的人 在神的教会里面 大家都是非常专心地 来接受当时使徒的教训 所以非常专注于神话语的领受 然后大家之间 彼此交接 这个交接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一种分享 我得到了一些感动 我把我对神所领受的感动 转换成一种彼此的分享跟勉励 所以在彼此交接当中 互相的体谅 然后在关心的当中 互相的扶持 是一种彼此交接的环境 然后一起吃饭 那么吃饭当中 享受一家人的情感 然后又在灵的里面 大家同心地祷告 而且彼此关心地祷告 这是当初农药教会的一个和平的现象 所以大家重视神的道理 如果能够彼此关心 而且一起地吃饭 一起来祷告 圣经里面就这样说了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四十五节 四十四节 他说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公用 而且卖了田产家业 造了个人所需要的分给个人 那么他们天天 同心合意 而且恒切地在店里 在家里来剥饼 存着欢喜诚实的心来用缓 我们看看当时的一个教会 领受神的道理 把这个道理成为一个关怀的一种领袖 所以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大家一起吃饭 一起来祷告 一起来服侍教会 这是当时荣耀的教会 可是当我们在看到第六章的时候 这个荣耀教会好像变了 大家不再同心了 不再合一了 光吃个换就开始对立了 那么如果吃换对立代表什么 就是观念作法也产生矛盾 所以第二章里面告诉我们 教会已经开始变了 变了不和睦了 已经激发矛盾出现了 这里面特别讲了两种人 事实上是同一种民主 我们可以称他叫犹太人 如果用广幻一点来讲 从大卫以后的角度来讲 或是亚各以后的角度来讲 叫做以色列人 如果以亚伯拉罕的角度来说 他就是西伯来人 所以无论是称为 犹太人 以色列人 西伯来人 在当时就是同一种人 只是因为称呼的不同 是用什么样的角度观点 来说明他的身份而已 但基本上他们就是犹太人 有一些他是在外地读书的 所以他接受了一些希腊文化的教育 所以就开始讲一些希腊话了 然后这些人回到耶路撒冷 在神的捐选当中 他称为犹太人 他称为基督徒了 然后在一起聚会的时候 这些犹太人就开始讲话了 当然讲的是西尼尼话 这个时候叫做希腊话了 这是很自然的现象 因为犹太侨民回来了 然后大家一起在那边来敬拜神 但是本地的犹太人还在里面 那本地犹太人怎么称呼呢 叫做西伯来人 因为这些人可能没有机会出国 所以他没有在国外求学生活 所以他只会说他们的希伯来话 那么当时主流文化跟语言的希腊话就不会了 所以在教会里面就分了两种人 一个是讲希腊话的人 另外一个是讲的希伯来话的人 如果用我们现在的描述来讲 可能我们在这边讲的是我们的中文 但是有人出国回来了 像我们帅哥回来就讲英文了 所以这里有一些讲英文的 这里有一些人讲中文了 我在香港教会的时候 我真的感受到这种文化跟氛围 从英国回来的香港人 他们讲英文 从台湾去的人 一定会讲 我们的台湾人 然后那个福庆人呢 福建的福庆 福庆从中国 福庆人他们讲福庆话 你看一个教会基本上出了三种声音 有讲英文的 有讲台湾话的 有讲福庆话的 还有有讲我们所谓的普通话 就是国语的 有讲广东话的 教会里面什么都有 每一次聚会结束以后 然后大家就各自就位了 会讲台湾话的 大家很亲切地窝在一起 非常亲切地 夫庆人又在一起 非常有文化的英国系统 又在一起 这是一个现象 但是虽然有这样的现象 但是教会里面的和平相处 不会产生各样的一个疙瘩瘦合 因为在基督里 但是我们看到这个里面所记载的 它的互雜度没那么多 就是语言不同而已 或是文化差异不同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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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偏偏会有在接待的上面 但从外地回来这些犹太人 就跟本地的犹太人说 你们都忽略我们的人 忽略我们家的寡妇 我们用一个比较贴切的比喻来讲 你们本地人就吃两晚饭 我们外地来了连半晚饭都没有 不是一天 我们忍了好几天了 我们忍不住 所以说你们为什么老是两晚三晚 我们从半晚变成一晚都没有 就开始产生矛盾 在越年的当中 教会不和谐的 这样会不和睦了 这是当时的现象 但是我们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什么 那个时候使徒 他做了一个非常睿智明哲的表现 就是第六章的第三节 他显出有好名声 被圣灵充满 智慧充足的人 来管理他们 可是这些好像是一个 比较广泛的形容 好比说他有好名声 具体事实是什么 我们这边没有说 他被圣灵充满 他是什么事情 或是什么行为 有圣灵充满 他智慧充足 什么情况下 他有这么好的智慧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经文里面 是一个比较笼 而且是概括的一个说明 在事实上我们知道 本来是一个怨言的环境 是一个对立的环境 但是因为有这一群人 有美好的灵性 在他们的带领当中 他们会平和 很顺利地来解决这样一个困扰 那么这些好名声是什么 这些圣灵充满是什么 或是说这些智慧充满是什么 简单一句话 就是追求和睦 所以我们在教会的生活当中 我们就感受到一个荣耀的教会 每一个人要具备一个好名声 有圣灵充满的一个行为 有智慧充足的判断 也就是说你要死死想说 哎呀我们一定要追求和平和平 我们一定要让我们弟兄姐妹 在和睦当中的相处 我们最后来参考 这个雅各书里面所讲的 我们请看一下雅各书 我们看一下雅各书 雅各书的第三章 17节 雅各书第三章的17节 第三章17节 他说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 先是清洁 后是和平 温良柔顺 满有怜悯又多洁善果 没有偏见没有假冒 并且使人和平的 是用和平所栽种的异果 这里讲到从上头来的智慧 这个上头来的智慧是什么 既然讲到上头 当然是从神的灵来的 从神的灵来的那一个智慧 让我们有一个好的表现出来 这个表现是什么 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叫做和平 那个和平的意思就是和睦 也就是双方要在和平和睦中 来处理问题 所以他们在一个很单纯的清洁的心当中 用的一个和平的一个手段跟方法 然后来处理这些事情 所以在十八节特别说 使人和平 主动让这个人得到和睦 然后大家用和睦的方式来结成一国 来浇灌来经营 所以这就是一个荣耀的教会 那么我们今天晚上的分享当中 我们就能够明白这个道理了 原来在基督荣耀的国度 它就是用和平的和睦的异国来栽种 所以求主耶稣帮助 让我们知道在荣耀的国度里面 一定要和睦 一定要追求和平 所以无论我们的家 我们的社会 我们的教会 我们都是要用这个心态来缔造和平 因为和睦是神愿中看为重的事情 那我们晚上就分享到这边 我们再来唱诗 稍 readand sing 他